Lio 了世紀 天天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上波蘭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符文詩群 符文詩群 雖然現在天梯已經沒有這張圖了 但還是可以來看一下之前這些頂尖高手打的如何 再來看一下條盾這邊的文明特色 文明特色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森林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免費的抗招響的能力 而且還是團隊加成 那條盾人他雖然沒有肉碼升級 但是他有遊俠 但他有遊俠卻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他也算是跑得最慢的遊俠文明 那條盾人他的比較特色的東西 是騎兵跟步兵 城堡時代開始會加一點的近戰防護力 後期有火炮、重型盧炮跟投石車 都可以獲得鋼鐵甲的效果 獲得近戰防護力比較高的能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 Hera選擇文明是波蘭人 波蘭人有這個大莊園 是取代了這個模仿 那只要在大莊園呢 旁邊補下這個農田 農田一蓋好 就可以獲得8%的食物採收 那波蘭人呢他的 騎兵路線比較厲害 銀罐跟金罐都是跟騎兵有關 這個銀罐呢可以讓波蘭的波蘭一騎兵 獲得應該是金罐 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銀罐呢可以讓重裝騎士 一隻只要30塊錢 非常便宜 那波蘭人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 但弓兵也可以打強弩 戰矛、馬弓 馬弓路線的話是沒有安息人戰術 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波蘭路線有劍勇 但是沒有大槍兵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HERA地圖下方 這個黃金是比較尷尬的 是有點偏側面的 要大圍的話才會比較舒服 把這個金狀全部圍在裡面 那但是這個定發好處是 待會上城堡時代 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在這個位置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附近的話就沒有辦法 你只能把這個黃金的 城鎮中心補在這個位置 或是在這邊插跟城堡 防守這塊機呢 才會比較好的效果 那不管怎麼說 這張地圖符文石群 感覺對HERA來說不是那麼的友善 要圍的話 右邊要圍到 可能前期是這邊稍微圍一下 然後右邊稍微防守之後 有機會再把他圍死 可能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 YO這邊呢是正面的黃金 有一個附近是在後方還不錯 只有這個金比較糟糕一點 那兩塊黃金在後面還多 可以 這也是符文石群 比阿拉伯比較好圍家的一個關係 也可以說符文石群是舊版的阿拉伯 這個木頭真的是比較多 比較好圍一點 好 那HERA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但那邊都是18P點 但可以看到YO這邊是沒有偷織布 HERA這邊則是有偷了一個織布技術 好 YO這邊還是直接鬼轉了棒棒開局 有沒有挖金礦 有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是要打裝甲囉 3棒棒轉裝甲 因為3棒棒通常會接裝甲 如果不接裝甲通常是2棒棒 配這個肉馬騷擾而已 但是2棒棒配肉馬騷擾的 現在這個meta裡面來說 沒有那麼的給力了 所以現在都是3棒棒 要打就打3棒棒 那要不要轉裝甲也是看情況 好 現在鋪爛人 HERA這邊是選擇肉馬開局 肉馬開局 打裝甲是會打到頭破血流的 WOW這邊的想法 可能是想要把這個大莊園給拿下 鋪爛的命脈呢 就是這個大莊園 結果升級到了裝甲步兵 卻沒有開打 HERA一過來 看到怎麼是裝甲步兵 先拉走了 這個打下去 肯定是會頭破血流 HERA這邊是決定 繼續按肉馬 弓兵路線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這邊開打下 砍死了一隻HERA的肉馬 上方補了一個射箭長 採礦地也補了 OK 轉弓兵還是比較舒服一點 這樣就可以解放 這些肉馬在家裡一直繞 不能去騷擾歪歪家的問題 這邊稍微修理一下 家裡沒問題了 弱馬就可以出發了 家裡守住 弱馬騷擾 直接用弓兵 弓兵第一隻出來了 第一隻出來 有辦法 給到更多的壓力嗎 這邊繼續推進 好 過來 射掉了一隻弓兵 好 暫時沒什麼問題的樣子 OK 那現在對於HERA來說 是比較舒服的狀況 現在已經頂住了 裝甲的攻勢 好 接下來弓兵輪到四隻兵工場補了嗎 看一下 兵工場補在右邊 一擊射趕快點 兩邊都點了一擊射 WOW的雙腳步兵繼續進攻 這一波 上高地 誰高地 誰就贏 結果這邊上高地 開始往後拉 工兵直接把 裝甲步兵給秀爛了 槍兵兩隻追不到肉馬 只能往後撤退 工兵只剩一隻被點光 WOW這一波 全部的單位送光了 那家裡呢 補的繼續是工兵 並沒有轉肉 那HERA這邊已經點下一擊農田 開始撒農了 波蘭這個文明 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型打法 越早點下農田技術 後面這邊撒農田 立刻採收食物的量就越多 OK 這邊肉馬上前 開始給壓力 但是看一下 WOW這裡有八隻工兵 其實很多 KERO這邊是六隻 有可能會出來打一波嗎 還是要憋到城堡石在轉奴兵呢 這好像可以打欸 這有一隻肉馬是殘血的 有隻工兵 沒有打算出來 房子快爆了 但是如果沒有要出來的話 這邊應該要圍才對阿 那應該這邊還是要出來擋喔 那是來得及嗎 好 工兵還有20% 真的不圍欸 真的不圍後面這個房子 OK果然放出來打架 但肉馬溜了進去 第一時間 肉馬衝了進去 看到工兵才回頭 工兵一瞬間倒了三隻 剩下一隻工兵 全部倒地 後面一隻肉馬 殘血後射掉 哇哇哇哇哇 HERO這邊直接炸裂 前方的工兵送光了 HERO這邊點下了城堡石在 YO這邊也是 好 現在兩邊交換之後 YO這邊取到了一些優勢 結果YO打了 Repeat the lag 給你尊重 你是因為lag吧 哈哈 這個 在世紀帝國的頂尖的 比賽裡面喔 或是他們的天梯裡喔 只要對手出現了奇怪的失誤 或是lag 就是好像沒有反應過來 都會說對方是不是lag 這個是戲稱戲稱 好 那HERO不知道說了什麼東西 歡迎我們的觀眾 在下方留言 歡迎給大家 好 這邊我要要調戲一下 HERO一番之後 公兵 往右走 奴兵的部分 會不會升級上去呢 OK 現在HERO 這個資源量 看起來就是我要3TC 500多木頭 但是黃金有點多喔 好 哇 毛兵上來 投掉兩隻三隻 四隻公兵 有機會拿下 哇 全吃 公兵全倒 哇 有的公兵 看來也不用升奴兵了 直接取消擊射 轉出馬鎧 好 補下兩個射箭長 轉出來的東西是馬弓 居然是走馬弓路線 欸 這個就有點特別了 忽然走馬弓 主持少見 但是確實有效 條頓人呢 這個文明最害怕的就是馬弓文明喔 像馬扎爾阿 達達阿 或者是 兇人阿 蒙古阿 之類的馬弓文明喔 都是非常害怕的 好 這個騎士壓力給的很大 HERO這裡沒有拼種的關係 馬弓死的有點快速 拼種還有 0秒鐘 OK 升級好 騎士再打一村 完美 好 這樣兩邊就是一換一了 HERO這邊 弓兵跟毛兵在這邊 站崗 沒有辦法做到其他的事情 OK 終於用剩下的馬弓 解掉了HERO這一波的進攻 3TC 這邊可以繼續農下去 問題不大 HERO這邊要想的是 要怎麼反擊這些馬弓 那以正常文明來說呢 就是轉戰毛兵 但是條頓人 帝王實彈 並沒有三級射 所以後期呢 打馬弓 還是可以用戰馬 但是很勉強 後期的話 還是要考慮要不要轉個什麼 爐炮阿 火炮阿 或是投車進行反制 這邊自己有鋼鐵甲 但是鋼鐵甲比較尷尬的是 並沒有辦法增加遠距離防禦力阿 所以 波蘭人這邊馬弓 直接手撕火炮阿 或是奴炮之類的 這個殺傷力阿 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我覺得以後 世紀帝國還有再改版的話 這個條頓人的鋼鐵甲 可以讓他獲得這個能力阿 遠防也增加 好 不是只有近代防禦力而已 這樣讓他的工程器阿 生存能力更好一點 好 那條頓人現在點下了彈道學 走的是一個戰毛4TC開農路線阿 28分鐘 兩邊的村民宿已經破了70村了 這一把前期打的是真的農 真的農 好 兩邊招牆一下 但這邊招的是戰毛兵 但也沒招到 最後生女還是倒地 用這個招牆大的卯弓點掉了生女 這邊細節操作 打得漂亮 後面這隻生女一出來 直接被弓兵給點掉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阿 好戰毛兵開始往前走 這邊要轉新奇兵 新奇兵補殺 然後點出了4個馬就 開始要爆馬 好先點個馬卡 才不會被戰毛兵打到弱馬 OK 這樣從你出去要幹嘛 蓋寶嗎 城堡蓋這裡 還是要蓋中間 還是要蓋這裡 這裡也不錯 好決定要蓋後面的黃金礦 弱馬出來 開始砍戰毛兵 哇這邊轉了頭車 砸了一發沒砸到 第二發有機會嗎 喔 閃掉了一些 殘血的 頭車 順利拿下 OK 這邊細節拉滿 馬攻全部把箭矢射在了騎士身上 把這個肉馬的傷害全部打在在毛兵 唉唷這邊招翔有機會兩刀一隻 搞定 但是HERA這邊好像又lag了 打完之後繼續戰崗模式 OK一刀兩刀拿下 兩隻聖女最後還是拿下了 好雖然HERA剛剛好像有點小小的lag了 但是沒有關係 網路不順了 RWL是正常的 但是也是順利的 把兩隻順利給搞定了 那現在YO點下了帝王時代 HERA這邊要 轉帝王嗎 這邊職業量還差一些喔 有1000多木頭 好YO槍兵 一級的步兵鎧甲 也都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準備轉槍兵開戳 那還好破爛人沒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打槍兵喔 傷害並不是那麼的高喔 防護率也是喔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兩邊帝王時代會怎麼開戰 我來這邊繼續用戰矛先擋住 好 我來HERA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那這邊我覺得有個細節可以值得講 可以看到兩位選手 惡農惡目手推車都補下了 帝王時代待會就專心打家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去顧慮經濟科技有沒有忘記點啊 或者是經濟會因為忘記點落後而輸給對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良好習慣喔 帝王時代點下之後開始檢查經濟科技喔 然後來到最後最終決戰時候才不因為喔 因為沒有點經濟科技喔 經濟越來越輸給對手 反而後期沒得打 好那現在YO點下了化學 2級的步兵鎧甲 HERA這邊則是失誤了弱馬的升級 因為弱馬一直往前頂 想要給傷害 但是有槍兵 HERA這裡繼續把馬攻往後拉 YO現在是走雙垃圾兵路線 槍兵配戰矛 有沒有打算要轉攻城器呢 因為挑戰人的槍頭 長槍兵配頭實測路線喔 其實也是很強大的 槍頭路線有沒有考慮一下 用前排戳馬 後排用頭車砸爛馬攻 或是砸了清洗兵也沒什麼問題 條盾的槍頭策略沒有打算使出 但是反而選擇連環寶 另外條盾他的精冠技術喔 非常關鍵喔 泡門躲口 這個能力是打馬攻文明的最佳力氣喔 只要一直把自己的城堡往前推進喔 那馬攻在家裡自己繞的時候 家裡也差一根堡 射程範圍非常遠 馬攻也會瞬間被解掉 所以條盾人打馬攻的時候 精冠很重要 剛講完你就點了是不是 OK 條盾YO也知道這個精冠 對於馬攻文明來說 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馬上趕快補下 好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了 綜合技術也點了 接下來城堡一包插一下家裡 插中間這個位置呢 這裡直接控住大量農田 那加上條盾的精冠技術 馬攻過來騷擾 用個帳毛兵稍微就能守得住 大片農田 好 突然現在大量弱馬直接撞到了Wild的臉上 Wild的槍兵現在近戰防御率是5點 突然的攻擊力則是9加4嗎 9加110點 哇攻擊力只有10點 打這個槍兵一下5滴要打很久 那現在精冠技術槍才點一下 所以擴散傷害效果 現在才有 好 這邊有更多的槍兵往前戳 但是這裡戳龍一直在修理 巨型通司機應該能活下來 好 現在後方的馬攻 數量來到了蘇滷茲 開始往前推進 大落馬已經升級完畢 攻擊力還沒提升完 馬攻開始在後方 那這邊可以有個細節 可以講一下 Pero這邊的馬攻 並沒有立刻升級重裝馬攻 反正是先投資了騎兵科技 這一點跟我們的會員教學影片 馬攻開局的教學一樣 後期我們不會繼續投資太多東西 在馬攻身上 而是開始要轉馬的科技 才有比較好能反制對方的 戰毛兵或是投石車火炮之類的東西 因為你一直投資同一個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被對方給克制住 就是所謂的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那HERA這邊也很深知這個道理 所以他的重裝馬攻並沒有第一時間升級 反正是先轉彎清奇兵的路線 好 那清奇兵路線 但是YO防守也做得不錯 其實槍兵到處都有 甚至這裡剛剛有蓋寶 HERA這邊是取消了這個城堡嗎 好 大落馬直接高地想要反擊回去 但是沒有三弓傷害還是有點差 所以感覺三弓還是要早點投資比較好 好三弓馬上 點人下去 現在弓兵鎧甲也全部提升回去 現在HERA也可以轉出火炮巨頭繼續攻城 雙方現在對HERA來說 比較樂光一點 反正是YO這裡 YO這裡沒有一個黃金兵 作為主戰力的話壓力會很大 看要轉遊俠還是要轉火炮 對火炮有了 或是轉頭車 或是不錯的選項 好 YO這邊是決定要轉遊俠的樣子 品種練鎧甲 OK 剛剛重裝騎士好像也升了是不是 看一下 對已經提升上去了 重裝騎士還是要選擇一下 因為黃金山爆亮喔 因為他現在一直在打垃圾的兵 並沒有打太多的黃金兵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可以決定 自己到底要打什麼路線 要打搓頭呢 搓頭火炮 還是要打搓兵戰矛遊俠加火炮的路線 那如果選擇遊俠路線 重型投石車或是中投路線 或是奴炮路線 就比較沒適合那麼粗了 因為黃金的消耗可能沒有辦法供應 好這邊馬公直接硬點火炮 差點被點掉 哇趕快拉村民過來修理 Era這波有點小受傷 馬公被點掉有點多 但是這邊重裝馬公已經升級好 好上方落馬騷擾 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最後還是被戳掉 YO這邊受到了小小受傷 但是劇情投石機還是無情的進攻當中 Era現在要思考的是 要怎麼才能打敗YO 那YO這邊則是要思考的是 要怎麼辦 才可以守住自己家農田 被大落馬騷擾的問題 那YO這邊想法是 家裡放槍兵就能守住 確實是如此 火炮這邊找到一發 換掉了一台巨頭 但是在家裡放了一堆槍兵會有個問題 變成說你家裡槍兵太多 變成前線作戰的人太少 你的進攻或是防守會出現問題 所以現在YO很麻煩 一定還是要靠黃金兵 去把自己的部隊的整個戰力提升起來 最近垃圾兵一隻也是佔一個人口 但是黃金兵一隻也是佔一個人口 所以真的要正面突破的話 還是要靠遊俠 或是更好的攻城部隊去進行反擊 那現在YO點下了公費制度 HERA這邊則是點下了大陸馬 馬弓這裡有點危險 遊俠直接上去衝 直接收掉巨型投資金 這個巨頭打到城堡殘血火了下來 後方的馬弓被槍兵戳到一定頭破洗流 遊俠這邊想要包嗎 沒有遊俠是要去別的地方 這邊只靠槍兵過來 但火候打個一發 砸到了一些馬弓數量 這波HERA砸了 這個是被砸到腿都麻了 跑不動 趕快跑遊俠開始亂竄了 但這個遊俠走的就是慢 好現在大陸馬開始過來騷擾 哇唷現在沒有足夠多的石頭 可以在家裡再補一根城堡 就只能靠槍兵防守了 那現在要石頭怕這裡要趕快拿下了 欸 HERA哪時候點了火炮塔 甚至近色孔也點了 哇這個遊俠 血量被火炮塔砸很痛啊 哇 直接扣了一半 而且還是高地 哇兩發還不死 好痛好痛 那火炮塔呢 本身也是劍塔的關係 所以他也可以吃到彈道血的效果 我們就來看一下 郭蘭人這邊走火炮塔路線 有沒有有料呢 好現在劍石 反擊一下上方的槍兵 遊俠從上方入侵了 下方的馬弓想要吃掉下方這一坨遊俠 有機會嗎 殘血活下來 條隊有機會回去嗎 哇難了難了難了 那條隊本身有免費的草藥治療 殘血的遊俠 趕快躲到城堡裏面補血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右邊的城鎮中心被手撕 HERA趕快緊急加蓋兩根火炮塔 過來做血防 哇喔這邊手撕城堡中心 好像能成功 這裡趕快修理 沒有辦法 馬攻三三來遲 應該是守不住了 遊俠開始砍村民 遊俠的傷害到這裡是頂尖的 18點傷害 砍TC一定沒問題 好火炮塔這邊打得很遠 飛得非常非常遠 那現在這些村民要怎麼打呢 好直接追嗎 OK 直接在馬攻的傷害下追 HERA這邊損失這些村民 其實完全沒什麼痛苦 反而是歪歐用遊俠去追對方村民 好像有點虧啦 後方的馬攻輸出 打得實在是太舒服了 好上方這裡火炮塔繼續深蓋下去 現在火炮塔已經控制了歪歐的石頭採礦區 但是HERA下方這裡城堡 蓋不起來直接被歪歐的遊俠 衝了一波 現在兩邊都在努力的使用自己的軍事 想要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而HERA這邊控圖 控得很好 用火炮塔控制了重要的石頭礦區 後方也有火炮 正在拆除 過馬過來想去解決這台火炮 好後面有補了一根火炮塔 繼續輸出 好這裡有更多大洛馬 在農田裡面到處開砍 槍兵這邊趕快過去解一下 HERA現在家裡的部分 被遊俠還在瘋狂進行攻擊 但是遊俠的數量好像所剩不多 這個城堡有機會蓋起來 這邊怎麼直接在挖礦 在你家裡上挖礦啊 歐歐這波有點狠 好這邊高低 開始反擊 好處理掉這些傷害值 很不錯很不錯 剪掉了剩下的遊俠 上方這根馬就 暫時沒有辦法出馬 但是家裡已經被砍到 只剩下82村 歐歐的村民術 因為這一波肉馬下降的速度有點快 遊俠的數量已經不滿十隻了 反觀HERA黃金還有21人在挖 植物木頭還有3000 這真的是太舒服了吧 必須用肉馬淹過去 好像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但好消息是喔 石頭可以重新開挖了 好正面看一下 應該這根城堡是難守了 HERA的自行偷吃 再次補了起來 馬弓繼續輸出 遊俠過來 但是過來好像沒什麼用 還追不到對方的肉馬 還會被對方的馬弓射成白癡 蛋了 歐歐這邊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率 哇這個馬弓開局打的真的是有料啊 條斷真的是太害怕馬弓文明了 雖然破爛不是一個完全的馬弓文明 但至少他該有的科技都有 傷害可以打到最高點了 除了打這個槍兵以外 防御率雖然差了一些 但可以靠弱馬當住肉盾去擋住 可以看到這邊 馬弓已經擊殺139隻的單位 可以看到 被HERA射到真的是被他操作打得很好 才可以打出這麼好的戰損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個資源量完全都贏 忽然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超級訂閱 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